为了让台东市创造城市地标建筑 并能兼具健康休闲与文化教育的空间功能 102年3月25号台东县政府才召开台东县立游泳池及图书馆 共构工程净图竞赛记者会 公开甄选国内优秀建筑师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总共吸引了10多位的建筑师团队来搅筑 5月14号上午特别邀请陈迈、曾淑贤、吴光亭、刘田修等国内知名建筑师 与学者来做第一阶段的初步构想书评选 台东县长黄建廷、副县长张继义 以及教育处长林辉煌也亲自到场关心 其实这个是第一次在台东我们公开评选委员的做法 在台东历来第一次我们公开评选委员 那也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评选委员的阵容 非常有信心 果然这样的做法已经帮助我们获得很多的建筑师的肯定 那么他们总共这一次在第一阶段就有12家建筑师事务所来报名参加 这12家里面其中有5家是得过中华民国建筑、杰出建筑师这个奖 另外有6家是得过台湾建筑奖 我想不管从我们的做法上面 或者是从参赛的这些建筑师上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这个案子的追求它品质的决心 公开申选国内优秀建筑师是采两阶段评选方式办理建筑师申选 县府也预计在102年6月份申选出这项工程的设计建筑师 东南新闻翻耀铃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